何首信,人称金牌司宜,绰号何必,1940年生于香港,又时到过山东,上海,南京,广州,海南等地,1948年秋回香港定居,1972年加盟无线电视台,欢乐经销,节目,成为最受欢迎的节目主持人,1987年香港电视有限公司举办全港地以借全能司宜选拔大赛,被选为金牌司宜。 想必有许多年轻人都不了解何首信,那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来认识下何首信吧。 回顾何首信的早年经历,何首信的父亲是一名机械师,1965年毕业的何首信去了一家化学公司工作,后来在1969年惊人介绍加入了魔线电视兼职担任体育节目的庞树园,很多球迷应该都记得,何首信也庞树过世界杯足球赛的。 由于表现出色,庞树的节目都非常带气氛,何首信于1972年正式加盟无限成为全职合约议员, 痛时或赏识加入了TVB经典掌兽综合节目《欢乐经销》,担任主持,何首信主持这个节目足足15年时间,深入明星程度可想而知了。 痛时,他还从1973年开始,连续15年担任香港小姐竞选的大会司仪,因主持十分出色,何首信更获得公认的金牌司仪,美玉。 不过在1988年之后,何首信就移民加拿大。 后来在1996年何首信又返港并加盟到亚视担任主持,印象比较深刻的, 是在2003年他有份主持的亚视受欢迎节目《开心大发现》, 不过2003年之后,何首信就离开亚视了。 再来看一看何首信错综复杂的感情状况,何首信曾经历两段婚姻, 1973年与欧家慧结婚,可惜只维持了两年便离婚。 而回顾欧家慧的一生,也是极为精彩的。 1955年,年仅17岁的欧家慧加入邵氏成为第一代影星, 吕琦、林凤等影星也是同期出道。 长着一副巴比脸的他出道后获得了不少出演机会, 受到当年邵氏电影公司的热捧, 欧家慧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拍过《雪山飞狐》、《啼笑因缘》等作品, 可谓是家喻户晓的大明星。 之后他在1970年从邵氏转投TVB及成为台著花旦, 加入TVB短短五年间就参演于十部作品。 成为了TVB花旦的欧家慧音主持,欢乐经销,认识了思宜和首信, 当时比欧家慧小两岁的和首信, 还只是一个不出名的三流艺人, 但欧家慧却非常欣赏他的口才。 对于和首信而言,能够取道当红明星自然很欢喜, 于是两人迅速坠入爱河,并在1973年走入婚姻殿堂。 可惜这段婚姻只维持了两年, 当时盛传离婚的原因是汪明泉的介入。 汪明泉1947年出生于上海, 对她而言自己的童年并不快乐, 伴随着烦恼和害怕。 当时她的父母带着姐姐和弟弟迁往香港, 将年幼的自己托付给爷爷奶奶, 缺少父母的陪伴, 汪明泉对于爱是向往的。 9岁的时候父亲和母亲终于接自己来到香港, 于是她在心里默默加油打气时刻提醒着自己要做个听话的好孩子让父母喜欢自己。 正因如此汪明泉早熟, 比同龄人更加有想法, 独立有主见。 尽管这样父母却始终看不到自己的亮点, 这让他感到自己的小心翼翼是多么可笑。 毕业之后汪明泉找到一份会计工作, 不过他的心早已被唱歌跳舞所占据。 我想成为一位明星, 这是他的想法。 1966年他报名参加力的艺人训练班, 一边工作一边学习。 在这样忙碌的条件下汪明泉却能以优异的成绩顺利进入力, 开始了自己的演艺之路。 1968年, 《四千金》这部电视剧, 让作为新人演员的他有了一定知名度, 第二年就夺的十大明星金球奖。 22岁的他成为港圈一颗耀眼的星星。 不过汪明泉并没有趁热打铁继续拼搏事业, 而是决定静下心来沉淀自己, 提高自己各方面实力。 能达到这样的通透, 他的成功不无道理。 1969年他自掏腰包前往日本进行培训, 在人身地不熟的环境中汪明泉有过微惧孤独, 但凭借着强大的心理素质克服困难。 再次回到香港后, 汪明泉加入TDB获得其力捧, 不仅担任主持人, 电视剧的资源也是源源不断。 70年代香港掀起一股武侠风, 而汪明泉恰巧赶上潮流, 通过书建恩仇录, 以天图龙记等电视剧展露头角, 成为TDB的四大花旦之一。 而1982年的《万水千山总是情》, 更是让他的事业达到巅峰, 演唱的主题曲至今人就传唱度极高。 王金曾说过在他合作的众多女演员中, 只有汪明泉最具《欣慰》, 正是他身上与身具来不同于他人的气质, 赋予他别样的风情。 此外汪明泉也致力于乐剧的传承和发展, 出演多部乐剧, 用自己的力量带动乐剧焕发火力, 让更多人喜欢上乐剧。 而何守信与欧家会, 汪明泉三人的这段三角情, 是当年的大新闻, 当时同公司的何守信与汪明泉都是已婚状态, 加上汪明泉与欧家会是好姐妹, 令这个瓜越来越大。 当时何守信与汪明泉有不少合作机会, 没多久观众就觉得他们很默契, 外形也很搭, 甚至被封为金牌搭档, 荧幕情侣。 有次在香港的大型公益活动期间, TVB议员倾巢而出, 而何守信围独紧握汪明泉的手并肩而行, 相片还被登在报纸上, 图文并茂。 尽管欧家会与汪明泉同是TVB四大花旦, 更是好姐妹, 但好朋友与老公出双入队, 亲密一场, 对于女性来说绝对是死罪。 以致欧家会与何守信每天回到家都吵骂声不绝, 夫妻关系逐渐破裂。 更盛传欧家会因此事跟汪明泉大打出手, 更指他们有互扯头发, 战况激烈。 1975年何守信和汪明泉在同赴英国录制节目回来后, 欧家会即宣布了离婚, 离婚后的他更逐渐退出影坛, 远走美国定居。 欧家会虽然与何必的第一段婚姻已失败告终, 但从好友口中透露得知, 他到了美国之后仍有再婚, 而且有着令人羡慕的晚年生活, 也算是另一种圆满。 只是令人惋惜的是, 2020年12月29日, 欧家会在美国婴癌症逝世, 享年82岁。 而另一边的何守信与汪明泉纷纷和和纠缠多年, 感情也没有修成正过, 却因绯闻在上八卦头条。 1985年, 38岁的汪明泉登上央视春晚, 何守信却卷入一宗, 逃色案件中。 事情的起因是何守信在电视台参加活动之后, 找了一个女人带去酒店, 没多久房门就被踹开, 踢门的人拿着照相机不停地拍照, 声称是这名女人的男朋友, 要求何守信赔钱, 否则就将照片公知于众。 这件事情如果被公布, 名声事业都毁于一旦, 无奈之下何守信答应给钱。 但她私下报警, 警察秘密行动揪出了这一行人, 碍于其相当高的知名度, 采取不公开审理, 几人全部被处置。 身边的美女如云, 何守信照样找女人, 可见男人出轨, 跟女人漂亮不漂亮并没有关系, 这只是天性使然。 她因桃色新闻再也无法在香港娱乐圈待下去, 只能远走加拿大, 这段曲折盘绕的感情, 最终还是消失在时光尽头。 随之, 陈丽丝与何守信有了一段感情, 有传释始于1989年的移民潮。 当时两人一样都选择移民到多伦多, 相聚时间多了, 加上大家也曾是电视台的议员, 有共同话题, 因此便开始拍拖, 至1996年结婚。 何守信曾对媒体说, 陈丽丝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 她们两人曾接受沈殿霞, 有缘相聚, 的访问时, 陈丽丝表示, 不必刻意改变, 随意自在, 何守信曾表示, 不要忍, 适当地让是需要的。 在此之后, 何守信于2011年正式离开电视台, 转投香港电台主持, 开心日报, 与陈淑兰等人做拍档, 一连坐足7年后正式离开并宣布退休, 返回加拿大陪老婆陈丽丝。 她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 自己一直都无停过, 无论亚事, 无线货电台, 已经坐了三十几年, 坐到老学到老, 她还说, 我和自己讲过, 78岁的冬天就要开始休息, 没什么特别的原因。 现在想试一下无关义生亲的感觉。 陈丽丝与前任所生的儿子, 小学毕业就随母移民加拿大, 从前与何守信的关系并不亲厚。 随着妻子和后妇同居一个屋檐下, 一家三口满满和睦, 和守信一生无后, 如此也算是一种圆满。